腦末炎它可以是由细菌感染所造成 我们讲细菌性的脑末炎 那它也可以由病毒所造成 叫病毒性的脑末炎 或讲无菌性的脑末炎 那也可以是由像是微生物所造成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侵袭性脑脊髓膜炎 那它是由这个脑末炎双球菌所造成的感染 它就是一种细菌性的感染 那它可能会导致就是败血症 或者是我们脑部的脑末的发炎 叫脑末炎 它可能会造成很高的致死率 那如果说有治愈之后 其实有一些还是会有很高的这一个后遗症 这个气息性脑脊髓膜炎 它是透过这些飞沫的传染 这个带菌率在一般的这个族群 约约会有一层 也就是说大概如果说是十个人 大概有一个人可能会有无症状的这个带菌 这个带菌的状态的话 可以从数小时数天 到几个月的这个时间 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统计 那从2005年到2019年 那我们有统计过的这个的发生率 我们看到在小于四岁 大概有占31% 那另外在65岁以上 大概有21% 所以主要都还是在四岁以前 特别是其实是一岁以内的这个族群 在初期真的是很难做区分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区分 但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定的这个症状 比如说那我们一岁半以前的小朋友 那它的性门还没有密合 如果说它有性门蓬出 当然如果说它又有出现意识状态的改变 甚至于就是已经有出现抽筋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会知道说 就不是一般的感冒 这个就是可能是要考虑了 所以重症的一些危险 对 没错 没错 但在非常初期的时候 确实不容易判别 那我们再强调就是 这些感染性疾病 像清晰性脑脊髓膜炎 那我们尽可能还是要做好 个人卫生的这个注意事项 包括尽量避免 就是到人多群居的地方 尽量避免就是通风不良的这个室内 那当然像洗手 那另外如果说有任何症状的话 戴口罩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预防措施 疫苗往往它的设计 是用来预防就是重症 就是我们讲说 会有高死亡 或是高后遗症的这一个疾病 那如果有疫苗的话 当然我们会呼吁 可以做疫苗的施打 在清晰性脑脊髓膜炎 这一个部分 可能很多的家长相对会觉得 比较陌生 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呼吁一下 因为清晰性脑脊髓膜炎 目前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 所以请各位家长 除了说肠病毒的 Z71的这个疫苗之外 包括清晰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 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预防的防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